新冠疫情三年多来 医护人员辛苦的照顾病患 有的时候还得面对脾气失控的家属 花莲间大学的护理系就跟医疗机构合作 让学生模拟 协助医师治疗病患 还请来专业人士模拟病患跟家属 考验学生进入医疗第一线的临场反应 以及如何安抚病患及家属的情绪 病患家属情绪激动 抓着医疗人员的手不停晃动 护理师协助医生治疗 还要一边安抚病患及家属 让他们放松心情 不过这场景其实是模拟演练 花莲间大学与在地医院合作 把学生的护理实习带入模拟情境 这个家案的部分大多数都是 希望我们可以去感受 就是当病人就是很绝望 然后家属情绪也很高张的情况之下 我们身为护理人人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处置 重症情境演练课程找来护理系三四年级学生和医疗新进护理人员一同参与模拟治疗 在不同病况的病患中如何将教学知识转化作临床技能 必须要学界跟我们的业界结合 才可以把它办得出这种 这是很有特色的教学的活动 模拟情境举办四年 帮助这些即将毕业的护理师们先行体验临床治疗 也培养他们的临场反应成为未来医护审理军 记者陈金叶华联报道